現在做直播, 隨手拿起手機, 按按鈕就已經做到 不過有時的東西越簡單就越容易錯 例如直播打機, 很多時都會遊戲聲蓋過人聲 拍Vlog或Podcast, 人聲或樂器聲 就可能會很模糊沒有層次感 雙速的問題全部都源於你的收音咪 為了解決收音的問題 過往大家可能會買套Mixer 再配置XLR的收音咪 不過為了簡化這套繁複的設置 近年不少錯心開始推出USB介面的收音咪 但它們的缺點是很多功能都要依靠軟件去操控 用起來好像不夠Mixer方便 為了平衡兩者的體驗 Sennheiser 就出了Profile USB Microphone 就是我現在用的這一支 想知道它有什麼特別之前 就記得按讚和訂閱我們 它跟一般USB收音咪產品的分別 是它不只有一個鈕按鈕 而是有三個鈕按鈕 分別可以調整Gain 混音 和Heatphone out的音量 至於最頂還會有一個靜音按鈕 旁邊的LED光環就可以顯示的狀態 例如收音咪處於靜音狀態 它就會變成紅色 又或者音量太大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黃色等等 背面就會有USB Type-C的接口 可跨平台支援Windows、MacOS、Android 和iPadOS的系統或者裝置 不需要任何驅動程式 一插就即用 而3.5mm接口就可以連接耳機 讓你可以當Heatphone out聽收音效果 Profile USB Microphone 最基本就可以配座桌的咪探 配合咪身可以調整角度 想收音效果再好些 官方亦提供可另外選配的BOOM ARM伸延支架 它比街外常見的彈弓支架 就實正和有力很多 變相不會設定好位置後 它就會慢慢滑下去 如果你都看中Profile USB Microphone 和BOOM ARM的支架 也可以考慮針對Streamer的套裝 Profile Streaming Set 裡面就已經包括咪、BOOM ARM支架 和一條3米長的USB Type-C線 就算你和Streaming電腦在桌底 都不怕用BOOM ARM支架 一條USB Type-C會不夠長 如果你自己本身就已經有其他的咪架 Profile USB Microphone的底部 就會提供3 over 8 吋 和5 over 8 吋的螺絲頭 Profile USB Microphone 和很多主流收音咪一樣 都是採用這個心形電容單元 它的特徵就是音域闊和高靈敏度 除了人聲之外 就連樂器的細節都可以保留到 不信不如我們試聽一下 兩段錄音 一段就會用Profile USB Microphone 另一段就會用相機的內置咪 現在做直播 隨手拿起手機 按按按鈕就可以 不過有時的東西越簡單 就越容易錯 例如直播打機 很多時都會遊戲聲蓋過人聲 現在做直播 隨手拿起手機 按按按鈕就可以 不過有時的東西 越簡單就越容易錯 例如直播打機 很多時候都會遊戲聲蓋過人聲 聽完兩段錄音之後 兩者的差距都幾明顯 用相機的內置收音咪 聲音整體比較空洞 人聲聽起來就好像沒什麼力感 只要用Sennheiser的Profile USB Microphone 人聲就會近很多 把聲更有力之外 細節特別是低音的部分也會高很多 至於實際的應用 例如遊戲直播 當你用Profile USB Microphone的 headphone out 做Monitor的時候 你就可以隨時將遊戲聲和人聲的比例調整 例如我想集中打機 你就可以扭到遊戲聲那邊 Testing 1 2 3 Testing 1 2 3 Testing 1 2 3 如果你突然想說話 又不想被遊戲的背景聲騷擾 你就可以扭到人聲那邊 Testing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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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相這樣就不用特意出Windows 或者OBS慢慢設置 不過大家要留意 剛才示範的人聲和Game聲Demo 是基於Headphone out的Monitor 換言之這個效果 就只有你自己聽到 觀眾是聽不到 不過大家可能會問 為何我剛才又會在影片中聽到 因為剛才蛇叔用一條3.5mm 線 直接把Headphone out連電腦的Line-in 再錄給大家聽 不過如果大家想直接Mix出街的聲音 用回類似方法理論上就可行 不過大家可能會沒有實時Monitor的功能 另一個Streamer經常都會發生的小錯誤 就是有時走開時你會Mix 但回到來你就不記得Mix 就繼續做直播 如果你用Profile USB Microphone做直播的話 就會有LED提示你Mix的狀態 如果你用Headphone out做Monitor 基本上帶回Headphone 你就已經知道自己說話有沒有聲音 變相就不用觀眾提示你 才知道自己的直播是沒有聲音的 總括來說Sennheiser Profile USB Microphone 除了為Streamer提供更加的收音質素 副設音量控制面板 也有助減輕特別是One Man Band做HOST的負擔 再加上USB Type-C介面 可以跨平台支援不同的裝置 就算平時習慣在家製作直播 突然去旅行想開個Podcast 都一樣可以連著Android手機或iPad就做到 再加上它都算輕便易攜 帶著它到處去都不至於成為負擔 好了這集的節目就到尾聲 看見了你們就記得Like、Share 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和按下新片提示的鐘仔啦